14.Azone V.M. 無通玩Maccowin 十效能考驗 2015年9月3日Usage Topic P049-0527 今年蘋果MacBook筆電系列十分流行 除了款式時尚級引用家外,價格也佔貼近同級 PC 加上用戶能自行安裝Windows,令使用相談性更大 雖然MacOS內置BootCamp功能,可讓用戶安裝其他作業系統 但用家亦可逐減領虛The True Machine的方式 在MacBook無通使用最新的Windows 10 強直WinApp Parallels Desktrap 11全新推出的Parallels Desktrap 11 全面兼用最新Windows 10 它除了能就一般V.M. 搬執行完整的作業系統外 還能將Windows 1融入MacOS之中,將原生程式般運作 為用戶帶來與中不同的使用體驗 TAPES01 召喚術作為Windows 10的重點功能 虛擬助理能協助用戶處理人常大小事項 只要利用Parallels Desktrap 11 套裝Windows 10後 用戶可在Edoke外直接換出開始選單 並能以語音滑鍵盤輸入指令使用Cotainer功能 不過,目前Cotainer暫時支援英文版Windows 10 能否使用則視乎大家安裝的Windows版本 TAPES02 資料全面 與部主打方便的Parallels Desktrap 11 若用戶透過程式擴裝全新作業系統 原有MacOS內的設定 包括將戶及瀏覽器書籤都會自動轉移 而系統的所有設定 包括時區、語言、網絡等軍會自動套用 大大減少所需的設定步驟 當正在執行 Windows 10內的通知中心信息 也會自動傳送到MacOS通知欄內 將兩者完美結合 TAPES03系統檔案互通一般使用 方式執行作業系統時 用戶都會遇到檔案無法直接傳取的問題 Parallels Desktrap 11 特設方便的檔案共用功能 用戶可設定兩個系統間的共用資料夾 無論是預設的音樂、文件、影片、下載等 或者自訂的資料夾均可快速共享 JFind或檔案總管內讀寫01系統的內容 此外 用戶更可以直接拖放或複製貼相的方式 輕鬆互存資料及檔案 若有使用各雲端硬碟 當設定虛耳機器時 程式更會自動分析並設定共用 不會佔用雙重空間 Tips 04 指派 USB 裝置在使用電腦時 用戶往往會以USB 方式連接周邊配件 例如USB 手指、硬碟、讀卡器等 當執行Parallels Desktrap 11 時 當有新的USB 裝置連接到電腦 用戶可以自行選擇指派到原生的 MacOS或 VM 內的Windows 用戶仿如擁有兩部獨立電腦一樣 Tips 05 即開Windows 程式 讓用家直接選用程式 當開啟程式時 將會在MacOS以獨立視窗執行 而且在使用Machine Control時 能像原生MacOS 程式般控制 用戶還可以在Launch Boot執行Windows 程式 Tips 06 Bootcamp 輕鬆轉移 眾所周知MacOS 予在Bootcamp 程式 可讓用戶自行安裝箱系統 如果大家早已使用Bootcamp安裝Windows Parallels Desktrap 11 內置簡易轉移工具 能直接讀取Bootcamp 的其他作業系統 用戶無需重新安裝即可使用 Tips 07 調教系統效能當建立虛與機時 程式提供簡單選項 讓用戶設定系統的作用 包括生產力及遊戲 並會自動設置系統資源 前者會視乎電腦配置 安排低於一般的處理器及記憶體數量 而後者則會盡可能偏配最多資源 讓用戶能流暢執行遊戲 此外,當建立虛與機後 用戶亦可到設置版面中 自行更改設定 無料放送Oracle for Truebooks Oracle for Truebooks是有名的虛與機程式 賣點是完全免費 用戶可在MacOS內原整執行Windows或其他作業系統 程式可讓用戶自行設定虛與機的硬件配置 並同樣設有共用資料格選項 以便互通檔案 目前,用戶在建立虛與硬碟時 能選擇動態擴充影像 當真正需要使用空間時 才會逐步擴大虛與硬碟容量 並不會一開始便佔用巨大空間 軟件名稱Oracle for Truebooks 5.0 2 適用平台 MacOS X 檔案大小 87.1 MB 相關網址 www.virtual.org 軟件售價free info 軟件名稱 Parallels Desktrap 11 適用平台 MacOS X 檔案大小 289 MB 相關網址 www.parallels.com HK Product Desktrap 軟件售價 598美元虛耳機效能對決在前文介紹過的兩款 VM 程式 已收費的Parallels Desktrap 11在操作上佔優 但如果用家選擇執行完整的Windows虛耳機 兩者的分別並不明顯 因此,Airzone便以一部2013年版本的MacBook Air作測試平台 全面考驗兩款產品的效能 讓有以使用的用戶作為參考 Test 01 開機速度對決首先 記者在測試時會先重新啟動電腦一次 然後再重程式執行同樣是全新安裝的Windows 10專頁版 並記錄再入至登錄畫面所需時間 小結有賴於高速SSD 兩款程式載入虛耳機的速度都十分理想 與在電腦安裝Windows 10所需的載入時間分別不大 而Parallels Desktrap 11融合模式 由於並非顯示完整Windows 10畫面 啟動速度只需7秒 Test 02 運算能力對決在此回合測試 記者分別將兩款虛耳機設定為1.5GHz 雙核心處理器 並配置1.5GB 記憶體 以Geekbench 3考驗它們的運算力 小結從測試結果可見 Oracle for Truebooks雖然在Single Core表現略性 Parallels Desktrap 11 但Multi Core分數則證明它並未能啟動 雙核處理器 反之後者錄得2713分 足見Parallels Desktrap 11能發揮硬件最大效能 Test 03系統資源應用現時新式處理器均有支援虛耳化技術 能減低對處理器的耗用情況 今次記者便分別在兩款程式執行虛耳機 並記錄在限制及全速運算時佔用的系統資源 小結在相同的系統設定下 Parallels Desktrap 11所佔用的系統資源較Oracle for Truebooks少 雖然測試過程式兩者都未有拖曼MacOS的運作 但假如用戶同時開啟多個VMC 便會有相當分別 Test 04遊戲表現實在最後回合測試 記者選用Windows市集外的Asphalt 8賽車遊戲 在兩款虛耳機上分別執行 考驗它們的圖像處理能力 小結Parallels Desktrap 11內置遊戲模式 記者便使用此設定 結果試玩賽車時畫面算是流暢 但與在同一部電腦安裝的Windows 10下執行 表現仍稍慢 至於Oracle for Truebooks在執行圖像運算是 表現令人失望 遊戲畫面有明顯窄格的情況 只合處理一般文書工作 Text & Note 7 Edit Let Us Joey 記者 按摩 Flex 記者 按摩 Flex 2 5 有 記者 按摩 Flex